Hello, 大家好, 今天可以有一個時間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小知識 想問一下, 在疫情之後, 通關之後 最想做, 或者最喜歡做的是什麼? 去旅行 去旅行, 很清晰地入住酒店 入住酒店的時候, 原來有一些冷知識 大家可以注意, 幫助大家 可以再玩得開心一點, 流暢一點 今天我帶了一些項目去跟大家分享 例如, 入到酒店之後 很多人都會說, 盡量避免 安排一些房間給你, 盡量不要住美房 其實原因就是, 很多時候他們 酒店派房是這樣的, 盡量派了 勤聖降機的房間, 因為方便他們做事 如果可以, 可以在安排的能力下 盡量可以避免不要住美房 因為美房相對這樣說 人氣會比較少一些 會比較容易的東西想看 或者其他朋友的時候 盡量避免 另外, 很多時候 有些朋友就問過 你去到酒店第一時間, 為什麼衝進去? 坐在床上, 看看床是否彈不彈 很多時候都會這樣做 原來, 很多時候 我們叫入屋叫人, 入廟拜神 原來在一間房間進去的時候 很多時候有禮貌 當是同學朋友打招呼 原來是會避免一些麻煩事情發生的 可以敲門 敲門之餘, 我也搜集了這些資料 原來他們說可以開一點點 開一點點的門 讓朋友可以先行離去 即是敲完門 對, 先開門 對, 不要開全門 對, 等待他們先離開 再進去 就是這樣 另外, 第三個點是 就是房間盡量不要讓他們太過寧靜 進去的時候 很多時候他們會開電視 可能聽歌 或者朋友在這裡玩 讓他們熱鬧一點就會好一點 人氣比較充足一點的時候 就令到 就算那些朋友想 有什麼回響 或者有什麼想做的時候 都可以避免了 整個房間的氣氛會比較 氧氣性一點 這樣說 原來也有另外一個點 就是 很多人會 通常都會很整齊 他們 有些朋友就說 我上床 有拖鞋的 你酒店一定有些 拖鞋換了 睡覺上床的時候 他會放得很整齊 很工整 放在床邊 上床睡覺 鞋尖 很簡單 你走到床上 你的鞋尖 一定是對著床的 除了鞋 原來 你的鞋尖對著床 而又放得整齊 是會令朋友 會有興趣 或者想 去 跟著那對鞋的方向 而 爬上床上 去跟你溝通 就是這樣 所以 很多時候 有些 就說 盡量可以的話 就 對鞋不用擺得很整齊 就是你一 對鞋 隨便擺放 可能反轉 或者打斜 怎樣都好 這樣去 反而是一件好事來的 是的 原來 有資料 我找了一些 有些朋友 跟他們溝通 就是 原來他們都 在酒店裏面 有些衣櫃 原來衣櫃 裏面 都建議最好 因為有些 他們會這樣說 還有 有些人很喜歡的 就是 另外一件事 很喜歡 自拍 原來他們 就說 特別是 對於 對於 有些房間 有些 有鏡子 甚至有些 有些照片 經常都說 盡量不要對著 鏡子 或者對著照片 去拍照 是的 因為 如果錯的 可以糾正我 各位朋友 在原學方面 就是 鏡子其實是 一些 擋殺的東西 可以把不好的東西 反射出去 也就是說 原來 換句話來說 那些鏡子 或者那些 譬如畫 其實很多時候 有些朋友 會容易去招惹到 他們的 在那裡 你設備的時候 拍到大家朋友 一些朋友 當然沒問題 如果 本來六個人 他拍到七個人 就不太好 可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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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房間 或者晚上 用一些照片 做背景 另外還有一個 挺有趣的 我真的沒有想過 他說 原來晚上 在房間 剪指甲 是真的 又是不好 又會招惹得到 為什麼呢 因為他就說 原來 指甲 是屬於一些 靈氣的 一些 一些 身體部分 是的 如果你晚上 去剪指甲的時候 亦都會吸引到 一些朋友 會想過來 吸靈氣 是的 這個我也不知道 但是他知道 他有帶錢 進去才可以 哈哈 那很厲害 那很厲害 哈哈 有些人 他們會帶了好 齊裝 去的 真的不奇怪 是的 很好笑 另外 他也是說 如果睡覺的時候 盡量 不要關掉所有的燈 起碼都有一些 譬如你桌燈 或者一些光線 不太影響到你睡覺的燈 都是保持房間的陽氣 那樣東西 去做 另外就是 戴傘 出門 始終都會有時候 好像這些天氣 夏天的時候 那些天氣始終都 下雨 控制不到 那盡量 有些是 我見到有些 真的有些年輕一點的朋友 我試過跟朋友出 business trip 的時候 有些年輕的同房 都是 他們沒有理的 拿著巴傘 就是在房間裡開的 很多時候 他們都會說 原來你在房間 那個傘 本身的傘 是會 會招惹到一些朋友 而且不是一個 是一群 會這樣說 哈哈 是的 所以盡量可以 不要在房間裡 開一些傘 另外有一些 另外有一些 這個會比較 多人會 聽過的 就是 如果房間裡 真的有一些 叫做聖經 打開過的 就證明 很明顯大家都知道 房間肯定做過 或者有些事情 需要這樣做 如果可以 那當然是換房 是不是 最後一個 帶給大家 就是什麼呢 如果房間裡 真的進去的時候 你都很開心 開心之餘 看風景之餘 就是 都用一下你的臭 去聞一聞 究竟有沒有一些 很怪的味 有沒有一些 很特別的 不正常的味道 如果有的 當然 你說 在個人衛生的情況下 都會換房 是不是 另外 就是 為什麼會有些氣味 就是朋友 給你一些訊號 告訴你 我在這裡住 你不要騷擾我了 大家可以做個 遷就 這樣做 這裡就 變成一些 小知識 或者一些懶知識 讓大家去旅行的時候 去得放心 又玩得放心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 有趣的 或者有什麼 有趣的 或者覺得有趣的 可以留言給我們 我會幫你找一些 相對應的資料 再跟大家分享 下次見 拜拜